他在路邊有賣魚耶 然後是一袋一袋裝起來 他說是美台 但是我自己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好多好可愛的小狗狗 然後還有貓咪耶 常常經過一條路啊 然後我覺得那路上呢 常常會賣一些比較特別的東西 所以強尼想要拍下來跟大家分享 這個在大馬路旁邊啊 然後就有很多小販在賣東西喔 真的是有一點特別跟驚險啦 各位 再怎麼改一次啊 不 不改 不改一次 喔 很特別喔 在路邊就有 不改OK 這樣 某某某 他在路邊有賣魚耶 然後是一袋一袋裝起來的喔 哇 這樣子也可以賣喔 好酷喔 第二袋裝起來 打擾торы 然後還有一些水果 這邊賣超多鞋子的 然後一雙呢 是 也就是十萬塊 那大概是台幣一百二喔 所以呢 如果你們要鞋子的話呢 也可以來這裡買 真的很酷耶 旁邊就是大馬路 又是一攤賣魚的 喔 你們看 這個是他們的補鼠器耶 長得 我剛剛以為裡面還有裝什麼寵物之類的 這樣耶 要哪裏保牛頂 抹薑 啊是11萬 那大概就是台幣120、130啦 那我們下一攤 這個用不到 欸 說不定用得到耶 因為越南老鼠有夠多的 你可能會心裡有一點心疼或者是不舒服 因為我自己也有養了一個可愛的女兒花生 那 這邊呢就是很多個小花生 好多好可愛的小狗狗 喔還有貓咪耶 天啊 好可愛喔 她叫你貓咪來 我每次都給你貓咪來 我也是貓咪來 這是從別的小錢 不這樣 從一個ities 但這也是1千買 1千買 1千買 100萬 大概是大約1200塊台幣 就 1200塊台幣 這個錢 原本就是 因為我們是沙尔洋 商人 就這樣 Pitcho Pitcho 女妹 這好可愛喔 要不要幫花生找一個弟弟或妹妹啊 好可愛喔 這樣子是一百萬 但其實我也是不希望 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不過呢這個就是他們的文化啦 沒關係啦沒關係 耶特 那這邊呢很特別喔 就是說他有賣小狗狗啊 小貓咪啊那還有賣雞喔 所以呢這一攤車真的是賣的就是很多樣的東西 真的很特別耶 欸那邊還有一攤喔 也是小狗狗 其實我已經在這個路上看到非常多次了 那只是說這一次找這個機會 然後拍給大家看看他們的就是 比較特別的文化這樣子 哈哈哈哈 這一條路上呢其實就是靠近機場那一條 那他的路上呢就是非常的長 然後賣著那種就是很多的那個東西品項這樣子 那其實是蠻特別的驚豔的 一小籃的小狗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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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邊呢還有一攤也是在賣小狗的喔 那剛剛這樣一路上走過籃人已經三四攤在賣小狗狗了 嗯 他們就是在路邊這樣子賣 那這邊的話呢就是有貴賓啊 還有剛剛比較少見的一些狗這樣子 其實看了心情有一點複雜啦 對啊 但是 沒關係啦 對 神生在國外嘛 那這是他們的文化 我們就試著學習 接受它 快走完了快走完了 剩一點點我們就結束這一趟了 好 一樣是水果攤喔 就我成如我剛剛所說 他們就是這樣子的在賣 欸 我看到一個很特別的東西欸 幹哪改吉啊 美台 美台 美台是什麼 美台啊 空冰美台 好特別喔 你們可以幫我解答嗎 他說是美台 但是我自己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這個啊 我剛剛已經剝了 然後它其實皮呢 是有代刺的喔 所以我剛剛邊剝的話呢 我覺得有點扎手 那裡面呢是黃色的 白白的果肉這樣子 我們來嘗嘗看它是什麼味道 好多汁喔 蠻酸的耶 我覺得是在這種炎熱的環境下吃它的話呢 會非常的解熱解暑 我覺得很好 有點像 仙人掌嗎 那個很多汁的感覺 特別喔 比特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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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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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